南极仙翁额头上为何长出这么大的包 作为大罗金仙的老寿星 为何甘愿把千年灵芝送给一条小小蛇腰 中国道教神仙南极仙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老人 传说他是掌控人间寿命的老仙人 特征是头大且额前突出 白色长胡子 手拿拐杖上系着一个长生头 是一个喜笑童颜 面目慈善的老人形象 南极仙翁本来叫南极子 因出生在不生不灭 无往无生之地南极而得名 他是四域四级大地里的南方南极大地 居住在三清中原始天尊的玉清宫 号称玉清真王 最常出现的影视作品除了西游记和白蛇传 便是众所周知的风神榜了 南极仙翁虽然在原著风神演义出场不多 但地位极高 作为原始天尊的第一代弟子 他是玉须宫门人中的二号人物 凌驾于玉须十二线之上 地位仅次于燃灯道人 如果算上原始天尊的话 南极仙翁是产交一脉的三号人物 已经达到仙人修炼的上限了 再往上走一步就是混元大罗金仙境界 混元大罗金仙就是圣人了 他的造诣远在十二金仙之上 自然就不能列入十二金仙 封神后 他成为天庭中的俘禄寿星中的老寿星 那么南极仙翁前额为何有这么大的包 这在中国神话传说里还是极少见的 关于南极仙翁额头上的大包 民间有好几个说法 传说南极仙翁的母亲怀了他九年 一直生不出来 于是母亲发牢骚便问肚理的孩子 我的儿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出来 没想到还在肚子里的南极仙翁回应道 如果咱家门口的石狮子双眼流血了 那我便可以出事了 隔壁的屠夫听到这番话 便擅自做主 把猪血涂在了石狮子眼睛上 南极仙翁的老母亲见了此景 以为石狮子是真的流泪了 急忙告诉肚子里的南极仙翁 他这下可愿意出事了吧 南极仙翁一听石狮子流泪了 便急忙从母亲腋下钻了出来 由于年份未足 南极仙翁头上便拢起了个大包 当然这个说法似乎不能服众 另一说南极仙翁头上的包 其实是红军老祖的杰作 南极仙翁在原始天尊坐下修炼 道国有成已达到金仙级别 原始天尊得之后很是高兴 为了让这个优秀的学生 在师父红军老祖面前炫耀一番 不日原始天尊就把南极仙翁带来 在宇宙主宰红军老祖面前卖梦 目的也是指望南极仙翁能得到师祖台爱 给他指点一二 说不定南极仙翁便可以达到圣人级别 红军老祖见了帅气的南极仙翁 也觉得这个徒孙资质不错 决定先试炼一下南极仙翁 如果根基足够的话 那自然会助他道横精进 如果根基不深 怕是有性命之忧 而南极仙翁对自己的修为根基 已经迷之自信 甘愿冒险一事 于是红军老祖发出一道神光 直射南极仙翁的脑门 可惜南极仙翁根基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抵不住这道神光的威力 很快半个脑门就被神光消于无形 红军老祖见此情形 知道再这样下去南极仙翁性命不保 赶紧收了神通 并施展法术为南极仙翁重新补了个脑袋 但南极仙翁也因此在额头上肿起了个大包 虽然看起来确实不怎么好看 可经过红军老祖这次神光洗礼 南极仙翁也算是脱胎换骨 寿命不再受到天地限制 甚至可以永世长存 这也是为什么南极仙翁被称为老寿星了 十二金仙一个个都被混元金斗给吸了进去 这混元金斗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威力如此强大 混元金斗本来是女娲娘娘造人的时候 用来盛水的一个水洞 此金斗生于开天辟地间 有包藏天地之庙 到后来女娲娘娘练师补天使 由于要练够369883块石头 一共要练十万八千年 女娲娘娘就用她做了尿盆了 到后来这件宝贝被传给了三肖娘娘 三肖娘娘依然用她做尿盆 使得金斗内的仙惠积举 阴气缭绕 具有了大罗金仙也无法抗衡的威力 南极仙翁眼见十二金仙惨败 都挨个被混元金斗给吸了进去 于是赶紧前来破九曲黄河阵 三肖娘娘寄出混元金斗来拿南极仙翁 也许是南极仙翁命中没有此劫 不甘受此灾难 那混元金斗竟没把南极吸进斗中 只是吸在了南极仙翁的头上 这时混元金斗就往里吸 南极仙翁就往外震 等到他从混元金斗挣脱后 发现头上被金斗给吸出了一个大疙瘩 有人说南极仙翁就是在这个时候 额头上多了一个大包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是由于道教养生观念的融入 也使南极仙翁形象发生相应的改变 而最突出的要属他硕大无比的脑门 山西永乐宫壁画中的寿星 可能是存世最古老的寿星形象 在永乐宫上千位神仙中 我们一眼就能将他认出 就是因为他那超级的大脑门 南极仙翁的大脑门 也与古代养生术所营造的 长寿意象紧密相关 比如丹顶鹤的头部就高高隆起 再如兽头 是王母娘娘盘桃会上特供的长寿仙国 食用后立刻成仙长生不老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种长寿意象融合叠加 最终造就了南极仙翁的大脑门 在小说《风神演义》中 南极仙翁的弟子是白鹤童子 这个弟子有些特殊 因为他既是南极仙翁的徒弟 也是南极仙翁的座旗 传说南极仙翁的座旗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仙鹤 也就是白鹤童子 但因为他做了原始天尊的仕童 一般情况下都跟随原始天尊 所以南极仙翁又找了一个座旗 这个座旗就是白鹤 在西游记里这只白鹤曾偷跑下界 成了气候跟白面狐狸精搞对象 一起化身为人行道比丘国兴风作浪 还要挖小孩的星座要影子 甚至后期还要取走唐僧的心脏 幸好被孙悟空识破 白鹤和狐狸精仓皇逃跑 最终玉面狐狸被猪八戒打死 白鹤精也被南极仙翁给收服带回天庭 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 南极仙翁的两只坐骑鹤和鹤都有出现 白素贞端午节喝雄黄酒现了原形 当场吓死了许仙 为了救活许仙 白素贞在观世音菩萨指点下 来到了紫卫山寻找南极仙翁 据说南极仙翁的千年灵芝仙草 可以起死回生药道并除 可惜南极仙翁此时跑去都率功 和师伯太上老君下棋去了 林禄童子生性温顺 按照南极仙翁的吩咐 把林之仙草给了白素贞下凡救人 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南极仙翁另一个弟子 林赫童子跟舌天生死对头 见白素贞手上拿着林之仙草 以为是他擅自偷窃 不由分说便和白素贞大打出手 白素贞一个蛇妖哪里是大罗神仙的对手 两三下就被林赫童子打到节节败退 幸好南极仙翁算出白素贞有难 立刻赶回紫威山救下了白素贞 否则这条蛇妖怕是人没救火 救命丧在这只仙鹤手上 南极仙翁为何要出手救一条小小蛇妖 很多人会说 那是观世音菩萨特地交代 南极仙翁只是看在观音菩萨面子上 其实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白素贞可不是在凡间随意修炼 普普通通的山精野怪 上古神话中 女娲坐下曾有两只神兽 称为白喜和藤蛇 这两只神兽曾为女娲炼士补天 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而白素贞其实就是白喜和藤蛇的后代 作为女娲坐下的两大功臣之后 南极仙翁可得罪不起 毕竟白素贞后台可是女娲娘娘 可惜林鹤童子修为不够 尚且不知白素贞来历 差点就闯出了大火 万一白素贞在南极仙翁这出了事情 这老兽星可没办法向女娲交代 这也是为什么身为大罗金仙的南极仙翁 愿意出手去救助一条蛇妖的根本原因了